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市基金特約股壇事件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西永青先生 師生,你好 今個星期港股真是過山車 上個星期急跌完 今個星期,頭兩日都叫急彈 不過,最後都是黏黏的 不過,整個星期都叫做彈200多點 都守住26,500至26,500 不過,大家最關心兩個問題 上個星期,我們又說了本地情況 不如今集我們找施生說一下 中美關係的發展 究竟,接下來這段時間,變谷會是怎樣 中美進入冷戰狀態 這是已經不可改變的現實 美國對中國走的路線 他認為與西方自由經濟背道而馳 意識形態上,是兩條路線 他當然想美國模式贏,中國模式輸 他要證明美國模式比中國模式好 所以,全方位會制約中國 包括貿易 但是,這項工作不是一步到位 中國已經去到這麼大 他要制約,不會一次過弄得死 還有,你制約中國,在這一刻 會拖累美國 你看美國對華為,要接受制約的公司 即是,經常都延後 應該是第三次延後 每次延後三個月 90天 原來華為是光顧美國公司賣零部件 你說不讓他賣給他 這些公司,是立即有事 譬如,佔了你的生意 例如,三分之四、甚至有過半 即是叫他死 華為還未死,整集 好像在申請,三百多間公司 都想賣東西給華為 在申請豁免關稅之外 本來是規定不讓賣東西給華為 個別公司,是有得嘗試申請 嘗試申請 批一次,又批第二次、第三次 即是,兩國關係不能一下子撤斷 所以,我想說的是 中美關係,暫不斷,你患亂 即是,你不會一鋪就缺勝負 如果不是一鋪,缺勝負 當然會有些時候,要停一停 我相信,一停 即是,那些 譬如,停了,有些地方關稅 可以不收,那些美國公司也好 中國公司,一定會趁這個窗口期 大做特做生意 所以,一旦宣佈,我相信經濟會好 因為實際上,有很多人等著做生意 沒錯 但談了這麼久,都不成功 之前,10月說可以談 預算11月中,在智利可能有機會簽得到 到現在,11月是第三個禮拜 但現在,大家也有點擔心 可能要看到明年 當然,這星期也有些消息 中國政府邀請美國代表,來中國在下禮拜 在Fansgiving之前,又坐下來聊天 不過,具體是否談得到 其實市場上,大家都不太知道 之前說,有些局部的協議已經達成 只不過,中國要求美國要撤銷關稅 之前新增了一部份關稅 要求美國撤銷的部份 和美國承諾肯撤銷的部份 大家談不上 最近,我看的情況好像惡化了 美國特朗普說,如果還不簽,又加你了 不過,我記得施先生,你也有提及 其實你的分析,覺得這段時間 貿易戰上的實際成效,比一般人的想像中有些不同 我覺得中國,比我們之前預計是硬正的 我自己看中國海關公布的數字 其實,貿易戰開打以來 中國在貿易上的損失是不大 我說整體 對美國的貿易當然有影響 整體中國的出口、進口,都是增加的 順差,比以前更大 中英議員,仍然在賺外匯 對GDP仍然是好 為何會有這種情況 美國縮了部份的產品 中國賣給歐盟、東盟、其他國家 還有其他客人做生意 而我看美國的貿易數字,都是逆差 美國本來想透過加關稅,扭轉貿易易差的狀況 他就不太成功 你打中國,希望打回一些順差,就打不到 美國從中國的入口,雖然有下降 不過,其實下降也不太高 即使加關稅,大約是6%左右 當然,美國不太注重進出口 內需為主 這是事實 但你打貿易戰,就想解決貿易易差的問題 所以,這方面對中國影響不大 但另一個角度 中國的經濟,其實在這段時間 是受到一定的衝擊 主要表現在他的投資信心 以及消費意欲上,都是下降 你的判斷是嚴重程度有多高 以及接下來,會否容易改變 大陸有些領導人說,這些是生理因素 可能有生理因素 但實際上,你以前賣去美國的產品 現在轉賣去東南亞 為何以前賣美國,不賣給東南亞 因為美國出價高 你賣給一個,出價低一點的地方 那間廠就賺少了錢 不應該單單看整體進出口數字 而背後的質素 大家都是出口,你出口美國賺多一點 你走去出口,去窮一點的國家 賣一百元,可能去窮一點的國家 就要賺少一點 你賺少一點 你企業的經營狀況就變差了 經營狀況變差了 你企業的家人工的情況 或者你再去投資的能力,都會受影響 所以我自己看 因為我都有不少分公司在大陸 不止少許,都好像有幾萬個同事 幾萬個同事 五萬個同事在大陸 他們感覺到,尤其是商業樓宇 寫字樓的租售,都壓力很大 反映了營商的情緒 營商環境差了 大陸,很多人都最喜歡投資物業 這段時間,物業投資都放緩了 當然政府的限制,是有一定的因素 例如以前限價的 規定你不准賣這麼高的 發展商不肯賣 現在按照你限制的價錢 賣都不准賣得出 所以從投資而欲 政府公佈的投資數字,應該是少了一些 中國固定資產的投資 增速下降了 增速,還是真的 都是正數 不過,速度就好似 GDP也有類似的情況 一直都是很強勁 不過比之前來說,速度有所下降 很多人以為,中國經濟下行 下行不是真的變負增長 是升的時候 升少了 原本升7,現在升6 明年又沒有6 有些人都擔憂 我剛才也有提到 如果剛剛明年是中美和談的窗口期 打壓長遠會一直都糾纏不清 但有一段時間 透透的時候 對經濟有更好 對經濟有更好 這是我的判斷 當然 前提是,今年之內傾成協議 明年有部份加了稅 可以不再加 經濟會有反彈 我的看法是 明年的投資 起碼上半年 如果能夠氣氛和換一下 出現反彈的機會是大 但我們簽的機會 我記得在文章中說過 其實中國在這段時間內談的時間 其實都不是處處簽了下方 其實都有一定的議價能力 從開始這麼久 我都有一些意外 在開始的時候 我都認為中國出口 美國那麼多 美國賣給中國東西那麼少 如果加關稅 你賣得多 當然是被人抽得多 你反擊的能力都少 我想中國會很快跟他簽協議 但一直拖到現在 我經常聽到特朗普說 中國很想簽的 他最需要簽的 但別人又不跟你簽 你又說了很多次 其實是否現在的形勢 似乎是美國比中國更加急 去簽一個協議 港普選舉的需要 中國都被你收關稅 都收得七七八八 而且收完他的受傷 不是那麼大 所以我相信中國會採取相對強硬的態度 接下來就是看看究竟會否大家所願 希望今年年底 或是否會退一退 退一退 我都說是一個窗口期 美國遲些討訊 又來制約中國 所以如果你的生意是和中美貿易有關 或者和美國有關 你也要量度一下 看看有沒有代替市場 施先生,你好像對中國的經濟油 不是那麼悲觀 我記得你在文章寫過 你覺得中國政府還有很多方法 去面對這個問題 主要我說 如果說利息 中國的利率 還是高過美國 歐洲就更加低 如果要調節的話 中國還可以減息 我剛才說中國的問題 一個是投資信心不足 另一個是消費 利息的意欲下降 這兩方面都是利息可以解決的 對企業的貸款一減息 企業的經營狀況就會改善 負擔減少 負擔減少,就有能力再投資 對個人來說 大陸和香港差不多很多人都是供樓 供樓利息一跌 每月可以支配的錢就增加 沒錯 它就可以消費 一般經濟上最多用的調教方式 就是調教利率 之前聯儲局說要將利息正常化 目的就是想將利息提高 以備將來選擇 不過,加不夠半年 就被特朗普阻礙他 所以中國之前能夠維持利息 在相對高的水平 現在可以選擇 所以,手上不是沒有牌 美國、歐洲經濟乏力了這麼久 中國可以靠檢息、QE撐一輪 中國,我相信必要時都會出這一招 所以,聽師傅這麼說 對中國的整體宏觀經濟判斷 有一些說法就是,資爆 我認為資爆,當然可以找到種種可能出現的危機 但不是在短期內出現的東西 既往資爆,達到某些政治目的 現在是沒有條件 聽師傅這麼說 如果中國經濟不會太差 投資中國相公股票或港股都應該不太差 明年可能有一段窗口期 之前近住,不能做生意 可能因為關稅有部份撤銷 突然交抹躍起例 所以港股也會有些驚喜 希望 多謝師傅,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朋友,想多了解師傅的觀點 或者多了解私基金 歡迎到我們以下的網站 請給我們一個讚 我們下集再見,多謝